乌克兰国家边境服务局发射的无人机飞向前进 随后从高空中往地面俯冲 下一秒直接撞进一栋白色房屋 瞬间炸出火光 俄军又被炸到狼狈窜逃 不只军人被轰一套俄罗斯箭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 也无法躲过乌克兰无人机的追踪 遭到冲撞后爆炸陷入一团火球 无军没有权力攻打敌军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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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得随时注意头顶上方的危机 不过美国军员的M1艾布兰坦克 已经运抵乌克兰 乌克兰国防部还特别拍了一段影片 预告这款先进坦克即将派往前线 乌克兰飞行员也在加紧模拟练习如何操控F16战机 透过VR模拟器飞观可以在乌克兰的任何地方 事先练习驾驶F16 等真正拿到手时才能快速进入状况 为了捍卫欧洲安全对抗莫斯科 基辅盟友北约也在保加利亚 举行多国联合军演 不过俄罗斯持续透过宣传战想对外证明 黑海舰队指挥官索克洛夫并没有死 俄国军媒红星电视台周三释出了这段画面 当中显示索克洛夫参加黑海舰队足球队的颁奖活动 甚至还接受媒体访问 记者接着问是否可以针对总部预习说几句话 他笑着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索克洛夫接连两天出现在俄罗斯公布的画面中 只不过这是不是新的影片依旧无法核实 更令人不解的是克里姆利公 再被问到这个话题仍然是那句话 麻烦去问国防部 索克洛夫是生还是死依旧是罗生门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也把乌克兰对黑海总部的攻击 怪罪到西方国家头上 俄罗斯防长肖伊古前往视察军火工厂 当场下令要大量生产战术弹导飞弹 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最终无辜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装玻璃怕又被飞弹打破 冬天即将到来 乌克兰民众只好先用塑胶膜和胶带充当临时窗户 想办法为家里增添一点点温暖 TP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PBS新闻网APP